為於康涅迪格州伊斯頓市的聯盟公墓,被認為是美國最會鬧鬼的公墓 許多人在這募集了鬼魂,其中白女士是最著名的。白女士有一頭黑色長髮,穿著白色睡衣 在1993年,一部消防車曾撞到過白女士,甚至在車上留下痕跡 司機說當白女士出現在車前時,她還看到一名頭戴草帽的人,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上 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的莫特爾植物園,至少有12個鬼魂,最著名的是克洛伊的幽靈 克洛伊是馬克和莎拉的奴隸,一次在偷聽馬克的私人對話時被發現 作為懲罰,她的一個耳朵被割掉,所以她帶著綠色的頭巾來遮蓋 據信,克洛伊為了復仇,烤了一個有毒的蛋糕 但最後只有莎拉和她兩個女兒吃了蛋糕,三人都被毒死 據說克洛伊後來被吊死,並扔進了密西西比河 由於懷利家族成員的神秘死亡,他們的房屋成為著名鬧鬼景點 參觀者紛紛說在花園裡看到一名女子的鬼魂 許多人也聲稱在客廳看到了托馬斯懷利的鬼魂 據報導,一名疑似托馬斯懷利曾孫女的年輕女孩 曾抓住遊覽房子的遊客的手臂,而兒童偶爾會看到了一隻狗的幽靈 這張照片被認為是托馬斯懷利的幽靈,盯著房子的窗 老夫人和她的鬥牛犬的鬼魂,這是一對母子在芝加哥的新家前 他們剛搬進去,拍了這張快樂的照片 只是他們沒注意到背後有人在觀察他們 拍照的丈夫說當時並沒有看到人在那門口 但照片卻清楚顯示,一名老太太和一隻鬥牛犬在門口 海格莊園的白女士 白女士幽靈,據稱是十四世紀初的海格莊園的梅布爾夫人 梅布爾夫人原本和其是威廉結婚 後來威廉叛陶蘭開斯特伯爵,離開了莊園 梅布爾與新丈夫再婚 然而威廉卻在七年後回來,殺了梅布爾的新丈夫 梅布爾夫人因為犯了重婚罪 每天必須赤腳走六英里到威根北牆外的一個紀念碑 雖然梅布爾夫人並不邪惡 但人們說,如果你看到她的鬼魂 千萬不能直視她的臉 否則你可能因此發瘋的